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您以食为天 由此可见饮食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地 我会挑选几道中国食物来和大家分享 我们的话题也涉及食物的具体做法 以及如何欣赏这些食物 希望大家能够对中餐建立起初步的认知和喜爱 大家好 我是来自首都体育学院的孟涛 是一名武术老师 武术作为一种承载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基因的身体文化 在运动当中处处体现着东方文化的哲理 也表现出一种中国人的处事方式 我们真诚地希望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朋友 能够投入到武术这项有益身心的运动之中 亲身地去体验武术中所蕴含的东方智慧 我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彭林 我们到后来就成为我们中国礼乐文化 一个最重要的角色 我们在既是天地既是祖先 这个时候我们用铜来制作我们的礼器 来表达我们的人文的理想和信念 我叫陆建德 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厦门大学比较文学和跨文化中心的主任 我觉得我们要怀着一种自信的开放形态 来看我们的文化文学 它是怎么样跟我们周边的文化文学是互动的 所以在文化上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疆界 一座长城 实际上是没有 是开放 所以我们要感谢中国现代文学的充分的杂柔性 然后这种杂柔性就是它里面蕴含着无权无尽的活力 然后这种无权无尽的活力 一直到中国当代文学 既然就是在发挥着 幻化出它的意味 建立着更多的中国作家 就是走上文学创作的新的高峰 我叫宋平 我是一名皮肤科医生 我是采用中医的方法去治疗各种皮肤的问题 中医药学 它是中国古代文化科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如果我们想去了解中华文明 几千年的这种文明史 了解中国几千年的这种文化的话 我们可以用中医药学去打开这个宝库 来去窥探中华文明 中华古代的这个宝库 它当中的这些宝藏 我们希望中医药学 它不仅仅护佑中华人民的健康 我们更希望它能够走出国门 为全世界人类去服务 为去构建全世界人类的健康命运共同体 去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我的院立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我的工作主要是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 它不是禽砖汉瓦 但是它是禽砖汉瓦的烧制技术 它不是故宫长城 但是它是故宫长城的建造技术 我们古人有句话叫授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鱼 意思是说我送你一条鱼 我还不如教你一个捕鱼的方法 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捕鱼的方法 从这个角度来讲 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重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它关系到一个民族的优秀传统 是否断流的大文化 所以我们一定要礼敬传统 把我们最好的东西继承下来 传承下去 我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语旅游学院的蒋依依 中国有丰富多样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 吃 住 行 购都非常的便利 生态环境也越来越好 欢迎大家多来中国旅游 通过旅游 认识美丽中国 认识友好的中国人 我本人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艺术所的研究员刘托 中国传统建筑艺术是一部用土木写旧的史书 记录着中国传统社会眼睛的历程 使中国各个时期和中国各民族智慧的结晶 和艺术创造的封碑 因此我们如果了解了中国传统建筑的 它的构成 它的特色 它的文化内涵 我们就能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了解中国人的一些行为举止方式 以及随方式 是北京语言大学的教授石定博 我们讲的汉字和中国文化关系 就是讲这个汉字是伴随着中国文化 一直走到的今天 没有汉字 我们的文化可能就断了 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汉字很重要一个功能 用我们中国已故的语言学家 朱德西先生的话说是 通古今通死法 汉字是通古今通死法 非常重要 中国的历史是以千年为记事单位 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种文化传统 因为千年是一个很长远 很长远的一件事情 历史上有很多经验教训 值得我们汲取 而我们观察问题可以更宏观 那么这个千年的历史没有中断 这是由于我们的文化没有中断 文化没有中断 是由于汉语汉字 尤其是汉字没有中断 就是说楷书 他老人家已经有一千七八百岁了 就是我们用的是这么古老的文字 对不对 所以我说我们是以千年为单位的 一点都不错 我是京剧老生演员张建国 我们经常说千金画白四两唱 就是体现了京剧的念白在京剧演出中的重要性 它在某种程度上要比唱还要重要 下面我念一段 下面我念一段京剧老生四近时当中宋世杰上的公堂来的一段念白 小人宋世杰上的大人在前任大人当过一名新房失礼 指引我赏了几岁年级大人将我的新房隔腿 无奈在新阳州西门以外开了一座小小的典房无非是户口而依 那年小人往上才现办事 指在杨苏珍的家中我与他父有八百只教杨苏珍不过是 班长班大就将他摆在小人的名下认定以内是后配人家 指引他父死得不明来到新阳州圆崖高庄 达人有道士是亲者不能不顾 不是亲者不能相顾 不是埋子不詹里 不是草寺不寡不 他是小人干女儿 小人是他干父干女儿 不只在干父的家中 难道你叫他去职财 安官私愿难不成 通过京剧艺术家的艺术加工提炼规范 而形成了舞蹈城市 比如我们上马一幅马鞍子 马边一挂上 跨腿 跨腿 任凳 这个腿敲上去 踏落地 这就上马 2010年11月16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将京剧列入了人类 黑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 把京剧艺术列为了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 这也是世界文化对中国京剧的崇高定位 我说中国是一个称联的 称联的 称联的称联的称联 是非常特别的 我说中国是一个称联的称联 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称联的称联 称联的称联 组织而是一个非常大的称联 称联 上海 included,江苏 used to be called 武国, 武, state 武, and 浙江 next to Shanghai is 越, state 越, and they fought each other, 越温, and they were conquered by 出国, and in the end they were conquered by 清. So it's made of hundreds of states into one. That's why I said, because the West always said, because your country has a one-party system. If you read BBC, commun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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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oritarian, authoritarian. They feel it's very superficial, it's different. And China was first unified in 221 BC. Since then, most of the time, China was a unified country, is a unified country. And this country is made up of hundreds of states into one. It's statecraft is based on what I call unified ruling entity. It's always like this. Yeah, it's not. In other words, China has been practicing one-party rule for 2000 years. You know, so otherwise the country will disintegrate, as simple as that. Famous line from a famous person from Cambridge, Bertrand Russell. And he was in China in the year 1920, that just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he felt very sad about the madness of the Western powers. So he came to China, he found that in the Chinese culture, there are elements which are so good for the world, especially this passion for peace. But that time,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were lack of self-confidence, because China was beaten again and again by European powers. So Bertrand Russell counseled his Chinese counterparts. He said, eventually, one day, you will have enough defense capability. By that time, your peace, culture for peace, will be a tremendous asset for the human kind. I think this is China today. So Kathrand Russell描